天文界盛世日环石在今年6月21号即将登场 而今年这个环石带中心线将会划过复理箱上空 也让当地成为最佳的观测点 如果错过了这一次 下次想要在台湾看到日环石 就得等到2215年 也就是195年之后 难得景观千万不要错过了日环石这个天文奇景 如果从花莲观看6月21号的下午2点51分开始到5点25分 全程历经两个小时又34分钟 其中最漂亮的日环石景象又被称作是上帝的金戒指 会出现在4点15分 如果错过了这次可是要再等195年 简单来讲就是太阳被月亮遮住了 那这次月亮稍微离我们远一点 所以呢我们的太阳不会完全被月亮遮住 边边呢就是它的周围呢还会有一个金环出现 那个金环呢就是我们这次要看的重点 花莲宪府邀请复理箱融会合办 花莲日环石鼓舞金环喜的活动 6月21号包含道兰姐说 市集鼓翼等等的演出 当天一同到六十十山赶天狗 最佳的观看地点是在我们的花莲的复理箱 那我们今年呢选择了这个六十淡山三角下满满草皮 而且我的后面有这个背景非常漂亮 就是我们的花东重古的这个最美的一个稻浪 还有我们的这个稻田 还有我们的地形都是丘陵地的 然后呢完全没有任何的遮蔽物的这个点 让我们所有的游客能够来我们的复理这个地方 来看我们的日环石 专家也提醒观看日环石一定要有保护装置 避免造成眼睛伤害 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百年难得一见的日环石再现花莲的复理箱 花莲区政府透过寓教育乐的方式 邀请民众共同来见证这难得的景象 记得高雄雄 复理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